大家好,我是刘毅 白玉菇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今天就用白玉菇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适合这个季节吃的造法 特别的简单家常 像这样做出来 鲜香入味,老少煎饮 下酒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来准备一些白玉菇 这个一定要挑选 这种新鲜,颜色鲜亮的 吃起来口感和鲜味才会更好一些 如果颜色偏深暗 而且水分又特别重的那种 建议大家最好是不要食用 接着把白玉菇的根部用剪刀剪掉不要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掰开 装入盆中 如果偏粗的一定要试细一点 这样在炒的时候才更好入味和成熟 全部处理好后 放入一小勺的食盐 再倒入少许的白醋 这两样能起到杀菌和消毒的作用 再倒入多一些的清水 用手多搅动几下 浸泡五分钟左右 这样能够很好的去除一些其他残留 吃起来才更健康 再来准备胡萝卜一根 这个不需要太多 有这么半截就够了 主要是放入口感 有均粉营养 把外皮削掉不要 再放入水中 然后准备两个青辣椒 这个不是特别辣 主要是增加一些清香的味道 也放入水中一起清洗干净 再来准备一些木耳 这个提前用凉水浸泡一小时 泡特后 把木耳的根部一定要掐掉不要 因为都是一些木屑 要不然吃起来会影响口感 再清洗干净 吃成大小均匀的块 放入这个也主要是丰富口感和均衡营养 白玉菇通过几分钟的浸泡 可以看一下 这些脏的物质 已经基本上消腹在水中 然后再多清洗两遍 清洗至颜色鲜亮后 捞出控干水分 再来切青椒 先把青椒的籽和地去掉不要 再切成粗细均匀的条 最后写刀切成菱形块 胡萝卜也是先写刀切成大块 再切成薄片 好 和辣椒放在一起 再来准备小料 生姜和大蒜适量 把生姜先开破 大蒜也是开破 然后再剁碎 少许的大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小盆中 再来准备一些猪五花肉 这个主要是增加鲜香味 如果是吃纯素的朋友就不用放 改刀切成薄片 再来调购关键的料汁 小盆中放入少许的食盐 适量的味精 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 小半勺的胡椒粉 少许的白糖中和味道 一勺的生抽酱油 和一勺的蚝油提味提鲜 一小勺的土豆淀粉 再倒入小半勺的清水 用勺子慢慢地搅拌均匀 这样在炒的时候 就不会手蒙搅乱了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进行下油操作 起锅烧水 然后放入少许的食盐和植物油 再倒入白玉菇和木耳汆烫 这样营养既不易流失 而且还可以去除菌菇的草酸 吃起来健康 大概30秒钟左右就可以 用肉扫捞出 接着把锅底的水分烧干后 放入适量的菜籽油 先把锅润透 熬出香味后 放入切好的五花肉翻炒 像这样炒肉的时候 就不会粘锅了 五花肉炒的时间一定要长一点 把五花肉炒至微黄出油脂 这样吃起来才香不逆 接着下入小料 葱姜蒜炒出香味 再放上10克左右的香辣酱 增加一些香味 这时候烹入少许的料酒 会发增香 一定要多翻炒几下 炒至香味浓郁 再倒入切好的辣椒和胡萝卜翻炒 这样切就不要焯水 直接点炒 吃起来既香 而且口感又好 再把空干水分的白玉菇和木耳倒进来翻炒 炒干都有水分后 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下锅前一定得搅动下 像这样转圈在倒入锅中 先静止三秒钟左右 让淀粉浮化 再开最大的火 翻炒个十秒钟左右 炒至枝干亮油 炒出香味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在家做上这么一盘 上桌后特别受欢迎 清淡中又不失营养 而且经济又实惠 五块钱就能炒上这么一大盘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 转发收藏 炒出锅油 感谢观看